我很喜欢的一个博主江湖老师呢,他说这个世界是可以作弊的啊 哎呀这个对啊 我的这个人生就做过不少的这个弊呀 你比方说我当年考研的时候啊,考那个心理学专业课的时候呢,我是提前把所有有可能考的这个大题的这个知识点呢 都给列了一下 然后把对应的这个大题内容呢,精简成了一句一句的这个口诀 记得到脑子里面 然后一到这个试卷发下来的时候呢,我赶紧先看大题 是吧,哎呦,考第一个知识点,第八个知识点,第13个,第32个知识点 是吧,然后赶紧趁这个答题呢,我就把那个知识点对应的那个口诀啊 我先摸写在这个草稿纸上 然后我就先把这个大题给做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我答大题啊,几乎不会漏点,几乎是满分 我本课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啊,我跨专业考研 是吧,然后当时我的这个 专业课的这个总分啊,或者我的这个笔试总分啊,居然说是在我所报考的这个学校里面的 总分第一名啊 那我总分之所以第一的话呢,是跟这个英语成绩有点关系 当年我们是遭遇的是历史上最难的一届考研英语 全国平均分只有40亿分啊 然后我当时考了多少呢,60亿 这分数怎么来的,这个得感谢新东方 我虽然说不像有的同学那样能够花的几千块钱去报那个新东方的这个考研英语培训办法,我没钱啊 是吧,但是又知道新东方的那个硬试辅导是很强的,于是呢我就利用互联网 找到了这个网上啊,就前几年新东方老师讲过的那个英语考研的这个辅导视频 东拼西周就看那个东西 也把基本的这个解题的这个套路 以及考试的这个方法呢把它 学过来了 然后最后一用 英语考试拿到高分 类似的事情我在大学期间就干过微积分考试 我期中考不及格的 平时也几乎不怎么好好听课 但考前呢我就找了一个女生 我就泡了三天的这个图书馆 集中让他帮我呢做了三天的突击辅导 刷了一些题 就期末考微积分考试啊 拿了将近九十类分 还拿到了当年的这个奖学金呢 后来我读研期间呢 我们三天两头要上台去做那个PPT汇报嘛 你不要说老师就会给我们每个学生呢 一个国外的顶级的心理学研究论文 让我们去翻译去研究 转头就得在那个众目睽睽下呢 做那个公开的PPT汇报 在我们班有个传统的 但凡是在我后面汇报的那个同学压力会很大 因为我讲的太好了嘛 一般都是讲的比较粗彩 几次之后 老师同学都觉得我对这个学科研究好像很深的样子 其实不是 我就是个半评之处 我只是在汇报一个主题之前呢 我会先把那个核心的这个概念 核心的逻辑呢先给它吃透 然后就专挑那几个内容呢 把它讲的特别的这个通俗易懂 有的点呢我还理解的不一定对呢 我只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方式给它自圆其说罢了 对于一些我根本就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弄不懂的 我干脆直接就跳过 不讲了 你最后出来的这个演讲效果的话呢 就是通俗易懂又头头是道嘛 按理来说我这种人啊 在这个圈子里面是容易呢 被那些你比方说非常专业技术的那个同学们讨厌的 但同学啊几乎不讨厌我 都很喜欢我 为什么呢 第一个我会当着他们的这个面了 承认我自己就是个半评论 我承认 第二个呢我还专门就写了PPT 我做过专题讲座 教我们所有心理系的这个同学啊 怎么样去做好PPT演讲跟汇报 相当于我把所有的这个压箱里的这个秘诀呢 都告诉大家了 那大家怎么还讨厌我 那后来我参加这个工作之后呢 我一开始是给那个培训公司 这个开发课程 并到处给他们讲课嘛 我巅峰的时候 我一周就能够开发出一门呢 可以讲上半天的这个课程啊 连PPT我都可以给他做好 怎么做到的 你比方说我去讲一个课 叫职场沟通 那我会先 看一看这个领域哪个老师讲的是最好的 我就把最好的那个培训课程呢 我自己在网上找到视频 我先给他看一遍 分析出这套课程的这个结构 然后我会以他的这个结构呢 为主要的核心架构 在这个基础上这个结构呢 我基本做个微调 核心观点基本保留 然后证明核心观点的这个例子呢 我会用我自己的例子或者我会去找到其他的这个书籍当中 或者说研究论文当中这个例子的给他补充进去 再用自己的这话咔咔一讲 一套属于我大白风格的这个课程就出来了嘛 你包括我现在录视频 那比方说前几天 我不是讲解了那个重新加载这个男装品牌的这个商业模式吗 很多人以为哇大白你连商业你都懂啊 就这么懂啊 其实我懂个蛋呢 我只是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是真跑到他们公司啊 找到那么专业负责运营的那个负责人啊 我就在他们那个会议室呢 我就逐逐采访了一个多小时啊 他把他们公司核心的那套玩法呢 告诉我了 然后我才用过这个视频呢 转述给大家的 真正懂的是这些专家 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个传话的 或者说就是个做翻译的 你看 我这一路以来的所谓的这个成功秘诀啊 你要说的难听点 是不是多少有点在作弊呀 你说的不那么难听点 那就在走捷径吗 让你要说的好听点的话呢 那就是做事呢 我们相对还是比较注重方法 这样做事的话呢 一好一坏 坏的是你注定成不了大师 但好处呢 那就是能够做出一点小成绩 至少在任何领域呢 你就饿不着了 你说呢 的话 然后我们下车做事